暗夜挤入防火箱 美女警察救罪楼猫 每张合照都有小灯物 她是人美心更美的台中女警刘婉瑜 讲起救猫 她可是无所畏惧 21号晚上9点多 丽人派出所接到报案电话 说隔壁大楼有猫钓到她家院子 跑到防火箱 派出所请求支援 她自告奋勇帮忙 她到现场后发现 小猫咪射说在防火箱内 爱向她不怕 咬着手电筒侧身进入 再温柔安抚 把受伤的小猫咪抱出来 婉鱼通报洞保处后 再把小猫咪带回照顾 直到隔天主人听到邻居转述 赶紧到派出所认领 赞行曝光后也引来网友大赞 人美心更美 而充满爱心的婉鱼 本身也养了一只贪猫 出门上班前 还得先不辞辛劳 早起帮她寄掉了 网友们想知道更多她的散行美事 就等着你们去挖掘咯 地方重新 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